因為妳有講過妳講話其實蠻直接的啊 對 會不會因為這樣子 就曾經比如說得罪人或什麼 或者妳覺得自己有不好意思的地方 曾經講過什麼 有啊 其實我蠻會 比方說 我會很直接的表達說 不要 我覺得今天的妝我不喜歡 那為什麼 然後我也直接的講 或者比方說我今天的髮型我不喜歡 我也會直接講 還有今天的衣服怎麼樣 我也會直接講 就是我講的都只是一個很類型的東西 可是我的直接講意思就是 我們現在來處理它吧 工作 我們一直來把它處理好吧這樣子 但是我自己想一想都會覺得 可能他們會受傷 對 那可能用什麼方式 以前啦 以前比較直接 我覺得現在有花很多 因為現在就會開始去替別人著想 多替別人著想 因為以前可能你想自己就想破頭了 但是你現在大概知道自己要什麼 就可以開始考慮別人了 對 那現在真的幾年後 我覺得就是游泳化不少 沒有 我覺得我比較可怕的地方是 我有一個大原則在 那那個點就是怎麼誰來踩都不行 那其他的範圍就比較大 哪個範圍 沒有沒有 就是我自己心裡一些毛啦 其實坦白講就是這樣 但我覺得這個才讓人家會恐懼 因為有的時候不小心踩到我的抱 而且是越親近的人越會 我的 manager 我的家人 我就是毫不掩飾的抱 因為我又是牡羊座嘛 我這樣行坐 所以其實好像很好相處 很 peace 但是其實真的常常就是莫名其妙 然後被踩到那個點我就給牠起來 但是這樣其實是更不好的 你有看到的抱歉嗎 有一段時間我是已經既定好的事情 已經既定好的心理行程 還有schedule這件事情 可能突然有一個什麼變數 然後我就會很糟 對對對 就是這些小地方 欸 或者是我一定會抱的就是 根據我家人的觀察就是 塞車加渡車 趕時間 這個也很容易抱欸 那個 真的 這個很值得抱啊 現在一講我的口氣沒有啊 塞車加飢餓的時候 對 然後再更長的再加上一個尿急 那個真的是 無力爆的 這很值得爆炸 但是 但是堵塞會發脾氣這件事情 我應該要趕一下 因為我帶來的時候你這樣 砰 那小孩 你怎麼會 堵塞會發脾氣咧 牠嘴很不可思議的 對啊 你應該不會吧 因為堵塞會發脾氣 會 會喔 不會到發飆 或是怎麼樣 但是會很沒有耐心 會覺得快點 快點 我要吃飯 快點 我以為是很餓 然後我就從冰箱拿東西 他進去結霜了 然後我都還會把他在吃 嘖嘖嘖嘖嘖 他就好 丟在水槽 然後我以為我嚇到我太太跟小孩了 然後我以為他會很緊張 我太太在客廳燒到 就是一直排桌子 然後他就講說 你裝三歲 裝三歲是不是 你這樣有什麼好 你不覺得自己很荒謬嗎 跟食物生氣 對啊 嘖嘖嘖 丟在水槽 哈哈 你會想說要用水氣油嗎 還有一次 那怎麼放微風呢 還有一次 我不是在減脂嗎 我不是以為是降到6%嗎 然後 他會阻止我吃宵夜 因為他要幫我看錯 我真的會餓會不行 我真的 我就捏手捏腳去 加了熱水開 然後我就開始在煮泡麵 你知道嗎 然後開 因為泡麵有塑膠袋 會很吵 我就在那裡這樣 小心翼翼的 然後我太太一直走過來 你在幹嘛 然後 我講 欸我泡麵 很遠喔 就大概我到Benson那個距離 我這樣猜猜猜猜 然後就把麵桃往裡面拋 然後我就 我已經餓到是發抖 然後我已經殺紅了眼 你知道 然後他就要阻止 因為我說 這一段時間 我若沒有降到6% 我就完了 一定要阻止我 可是 看劇本看到1、2點 你真的餓了 真的脾氣已經來了 然後 我就開 那個泡麵不是在 下個什麼 然後我就這樣拆開 然後他就走 你在幹嘛 衝過來的時候 不要關我了 往裡面 往熱水裡面掉 這鍋怎麼都吃到 吃到 還是吃到 會狼的禮物 他整個晚上不跟我講話 對 - 會狼的禮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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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會狼的禮物